口罩實名是2.0 昨天正式上線了許多人上網買口罩 不過連兩天來到實體藥局排隊 買口罩人潮沒有減少 有些地方反而更多了 就算下著大雨依舊起大早排口罩 9點半才開賣 9點門口已經大排長龍 前一天網購都開放了 不少民眾還是自己排 健保卡的話就是要 試試停停 官網上比較方便 Apple很難用 現在就是可能還沒有說很順 要抽籤 然後還要等到4月1號以後 可以現場引到 比較快是不是 對 網路說還要抽 就怕預購口罩到時爆亮 也有長輩不熟悉電腦操作 還是親自到藥局買咖啡災 另外原因 還有12號9點口罩系統一上線 就全台大檔機登不進去 連手機App頁面都不斷閃退 堪稱比高鐵票演唱會門票還難搶 讓大家乾脆回去藥局排隊 大家會那種沒有安全感 你弄了以後 你還是有可能兩個禮拜以後 沒有口罩 所以我想這個有些是一些心理因素 然後再來就是說當然塞車 說實在上班族也很忙 他也不能一天到晚 就是在網路上去登領 口罩時明治2點0上路 政府不斷滾動修正 指派儘快緩解搶口罩腫禁 記者敬萬宏李一璇 HQ小組台北報導 小組台宇宏李一璇 。